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何虎 今天这一讲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实现麦子商城的这个项目的制作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件 OK,我们今天的课件给大家主要准备了以下四点内容 第一个就是主要利用Fileworks来进行切图 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前端工程师 那我们必须要绘一些简单的切图工具 或者说图形处理工具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热衷于Fotoshop 有的同学可能对Fileworks比较熟悉 但不管哪一种,只要能够达到我们的效果都可以 那第二个,我们会教大家如何在Fileworks当中对我们的效果图进行取色 因为在我们的实际开发当中 有很多的一些部分可能要进行这个颜色的一个搭配 那这个颜色搭配呢,要和我们效果图当中保持一致 那我们就必须要借助相应的这个取色工具 那么在网站开发过程当中 大家也可以去下载一些绿色的这个网站的取色工具 比如说TextColor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非常轻便的一个取色工具 当然了,如果我们使用Fileworks或Freshop 我们本身就可以使用这个图形处理软件来进行取色 这个也非常简单 我们待会儿呢,会在这个课程当中给大家进行介绍 第三个,我们会通过这个效果图 对我们网站的这个头部这一块进行个简单的布局 第四,利用DAV加CSS来进行布局 那么今天这里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常见的 熟悉的一个属性叫Parising 对于Parising这个属性 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两个值 一个是Optionate,还有一个relative 这两个值呢,在我们实际的用开发当中呢 用的是非常多的 Optionate,它是指一个绝对性的定位 那这个绝对性定位呢 它是相对于它的附容器进行一个绝对性的定位 那并且通过设置Left, Top, Right,以及 Bottom 这几个值来进行,来给它设置它定位在哪里 然后relative,relative是生成相对定位的元素 那相对于它其正常的位置进行定位 好 那么因此,比如说这里呢 Left20会向元素,Left位置添加20个像素 那这里呢,我们待会儿呢 会在实际的应用开发当中 会给它进行讲解 那这里呢,还会给它简单的介绍一个 特效的制作,就是影子特效 那原理呢,可以利用Parising来进行设置文字的 这个位置,进行错位显示 好,通过Parising这个属性来设置文字的位置 最后呢,我们再利用这个index来进行这个顺序的显示 好了,我们呢,这里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Fireworks Fireworks呢,首先大家需要双击打开它 那这里呢,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Fireworks 然后你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效果图 直接拖到这个工作界面当中 这个窗口当中 然后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刚刚拖过来呢 可能它会这样的比较小 那么你只需要按住Ctrl加1 Ctrl加1,它就是百分之百的显示 如果按住Ctrl加2,百分之两百 Ctrl加4,就百分之四百的显示 那么对于我们前端工程师而言 为什么这里呢,我要教大家几个快捷键 Ctrl加1,百分之一百 Ctrl加4,就百分之四百 因为特别是在对一些局部元素进行处理的时候 我们必须放大处理 好,这样才有助于这个布局的一个精准化 比如说我们这里要取这样的一个模块的时候 这里是个圆角的一个模块 那么你可以呢,这样取,对不对 好,那这里只是举个简单例子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图而言 比如说我们要截取这个logo 截取这个logo 或者呢,截取这个前面的麦子商城这部分 我们可以呢,这样通过Fireworks来进行截取 那截取的时候 然后大家要选择,大家要选择Web这个选项卡里面的切片工具 那我们这里呢,就直接选择上面这个默认的切片工具 直接把它定位好 这个位置呢,大家把它定位好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呢,它会生成一个切片拼机格式的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在咱们的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当中去建立一个这个文件夹 比如这个文件夹呢,就是我们的Images 就是我们图片文件夹 我们打开我们的站点 找到我们这个文件的路径 好,待会儿呢,我们导出的图片呢 就可以直接放到这个路径下面 接盘,麦子学院,Tiger这个项目的路径下面 好了,我们现在呢 刚才这个切片还放在这里的 我们可以呢,这里选择导出切片 导出啊,所选的切片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接盘 找到麦子学院 Tiger 那这里呢,找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项目 项目制作 找到这个路径 OK,那么这个拼机格式的是一个高清的一个图像 那这里呢,它是我们的logo logo呢,你把它这个名字改一下 这样后期呢,对我们这个布局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呢,大家会看到 我们的这个里面呢,就多了一个logo的这样的一个拼机格式图片 当然你保存的时候也可以保存为JPG格式 这样都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头部 这个top,这个DAV 这个DAV 里面做一些简单的设计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图里面呢 这里是有一个logo 这里还有一端文字 还有请登录 新用户 免费注册 这旁边呢,有个帮助中心 客服反馈 网站地图等等 这相当于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菜单 这下面呢,有一段这个公告 那么这个公告信息呢 这里用的是一个滚动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呢,也很简单 实现起来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测量一下 我们这个网站的头部有多高 这里呢,我们刚才按照一个Ctrl加Z 就是返回键 返回键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来测量一下这个网站的头部 这次大概是71个像素 也可以使用这个切图工具 来进行测量 还是71个像素 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 这个配置Top 这里呢,我们之前定义的是至少100个像素 看来呢,这个有点高了 我们可以呢,定义一个71个像素 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图片 先放一个DAV 放一个DAV 也说这个DAV里面呢 主要是放一个Imagic图片 SRC SRC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切换到设计师图当中 看到这个图片呢,它居中了 这里呢,我们实际上并不需要它居中 并不需要它居中 我们可以呢,把这个 这个是我们之前在上一节课给大家讲的一个实验 这里呢,放了一个Texturline Central 就是文本居中 就是它的副容器 那这里也是就是说 我们在副容器当中设了一个文本居中 它里面的所有的容器 所有的文字 那这里呢,都是按照默认的居中来进行显示 当然我们现在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排版啊,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的一个基本的流逝布局的排版 所以呢,我们这里需要把这个TexturlineCentral去掉 好,去掉以后呢 这里就只剩下这样的一个图片 当然呢,这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呢 它的大小 好,来看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 根据它的大小来设置这个DIV的宽度和高度 这是27乘以65 那27乘以65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加上一个class样式 比如这个indexlogo 或直接就写个logo 这也可以啊 简单一点 就直接写个logo 然后在这个容器 相当于是这个的下边 你可以呢 给它这里呢 写一个indexlogo的一个样式 那外的是 咱们可以给它定一个 这个刚才打开的这个 注意啊 它的宽度27乘以65 这套宽 227个像素 高 hat 这里是65个像素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它设置一下 Float 就是横向的布局 Left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它现在的一个基本的效果 那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就是一段基本的文字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里呢 有一段文字 你好 欢迎来到这个京东商城 当然这个呢 文字呢 我们之前呢 是做demo的时候呢 随便写了一个demo 然后呢 这里这个文字内容 你可以自己改 请登录 或者说新用户 然后怎么样 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里 大概有多宽 那么到这里呢 它应该是有 387个像素的宽度 那么接下来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这个后边呢 再给它加上一个DAV 那么这个DAV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 这个 TOP Link 就是往 这个头部的一个链接 或者说一个基本信息 或者基本信息 Info 那么同样的 我们需要在这里 来给它定一个什么呢 定一个宽度 定一个宽度 Valice 这个是387个像素 然后呢 再定一个 高度我们这里就不定义了 由它内容来自己填充 然后呢 这里同样的给它定一个 Fnote Left 然后在这个DAV盒子里面呢 我们再来给它 放一些内容 这里 比如说 放一个 SPAN标签 欢迎登录 这个 麦子商城 好 我们把这个名字呢 改过来 麦子商城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想继续购物吗 然后 请登录 或者新用户 或者请 请注册 这里呢 应该有个 你好 哦 下来 要 购物 请 登录 然后 这里 新 用户 请 免费 注册 注册 那么这里呢 请登录 这里呢 我们需要给它加上一个链接 那这里加链接 那这里加链接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它加上一个A标签 HREF 加上一个A标签 HREF 我们这里呢 现在随便给它写一个 啊 Login DHREF DHREF 新用户 请注册 A DHREF 这里呢 我们还没有 没有指定这个页面 啊 那我们这里随便写一个啊 注册 HTM 好了 那么这 这里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页面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文字呢 啊 设为一个网站的基本大学的文字 那这个TOP 这里呢 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文字大小 或者说我们直接在container里面来设置 网站的基本的文字大小 这里有一个Found Size 啊 Found Size 这里比如说10个像素 啊 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小 太大了呢 我们的网页呢 这个我看不了多少 啊 太小了啊 这个用户 他也看不了多少 那么这里 接下来我们对这个 这个Pagetop 这个TOPPING4 这里呢 再给它设计一个 啊 这个 V 这个是垂直的局中 垂直的局中 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哦 这里呢 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 那这里我们可以啊 这个 这个垂直局中 这个属性 在这个 360浏览器当中 可能达不到相应的效果 那么 啊 这个是浏览器的兼容性 导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这里我们啊 让它上去中呢 也可以使用Nine Height 就是设置它的航高 啊 设置它的航高 因为我们呢 这个 这个 这个TOPPING4 它的这个高度 应该和这个上面的这个高度呢 应该是 啊 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呢 把它给它设置一下啊 65个像素 接下来再刷新一下 它这里呢 就实现了居中 啊 实现了居中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 这个 左边 右边 这一块 这里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列表 这个呢 实际上就我们也可以把理解 一个导航 啊 帮助中心 客服反馈 网站 地图 那这个呢 它的设计其实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先 测量一下 它的基本宽度 大概是多少 那它基本宽度呢 大概是362 或者360 也可以哈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 啊 在在下面 啊 可以再放一个DLV 那么这个DLV 我们可以呢 给它订一个 这个 TOP Navi Navi Gate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头部的一个点 导航 这里我们都是使用的 class class呢 就是方便 我们后期呢 这个一个样式 可以呢 用在多个地方 啊 用在多个地方 那么这里 我们可以给它 加上一个Viless 嗯 这个Viless呢 我们可以给它定一个 360个像素的宽度 360个像素宽度 那么还有呢 就是 就是 它这里的 横高 这里我们暂时不给它定义 然后还是给它定一个Fnoat 浮动 那就是浮动 就是浮动起来向左靠旗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定义的这三个啊 这三个容器 大家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logo 这个是文字部分 这个是 这个导航部分 啊都是 横向啊 这个平铺 那接下来呢 这个导航部分呢 我们可以呢 给它先放一个DLV 好 这个DLV里面呢 的内容 这个下来呢 我们可以先把内容呢 放进去 这里我们可以放一个UR列表 好 最后呢 可以通过设置UR列表的平板 这个平铺的方式 啊 这是一个A标签 我们给它放一个 这个路径 A标签 好 我们这里呢 把这个重复一下 那么这里有时间关系呢 我这里暂停了一下 然后把这个内容呢 直接放进去 那这里呢 是一个时间 那是个时间 呃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效果图里面呢 呃 这里是2015 反应-6-15 那么这个 呃 这个是日期 怎么获取过来 怎么实现 这个我们后面呢 会详细给大家讲 其实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需要 现在呢 把这一段 这个 呃 这个导航 把它放到我们的 这个网站的首页面 大家看一下 呃 那这里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 加上一个 这样的一个 分个幅 分个幅 或者呢 你在这个 A标签后边 给它加一个 啊 其实效果呢 差不多啊 这里呢 我们刷新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部分呢 再进行横向盘列 那 这里的横向盘列 我们可以对 这个 给它设置一下 class 这个 这个 Corp Navi List 就是我们这个导航的 列表 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呢 找到 因为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DLV 是吧 这是一个 DLV 那么我们可以呢 在它的复容器这里呢 先给它设一个 Style 这个因为我们待会来 对它进行一个位置的排版 所以呢 你可以先给它设一个 Position 啊 ObsUnit Relative 就是把它 把这个 设置为一个相对的 一个定位 然后待会呢 我们给这个 DIV设置定位的时候呢 就可以相对于它的复容器 来进行绝对定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 去找到它里面的 这个UL标签 它前面呢 去掉它的项目符号 我们可以使用 ListStyle 设置为NUN 哦 设置为NUN 然后 把它的这个 下面的列表标签 而I标签 全部设置为 这个Display 啊 EIN NINE BLOCK 就是放在一排 横向显示 接下来我们可以呢 给它设置一个宽度 比如说80个像素 看一下它的基本效果 又会是怎样的效果 刷新 就这样的 哦 这个宽度呢很显然 可能稍微有点宽了 我们可以给它加上 比如说 60个像素 哦 60个像素的宽度 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哈 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这个是它的Ul标签 它Ul标签 就是这个 如果加上一个时间 比如2015 今天是7月 啊 比如说27号 然后 星期 一 啊 星期一 看它是一个怎样的效果 呢 这个跑到下面来了 啊 这个呢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 哈 那么这里呢 嗯 中间这里看着这个空白距离很大 啊 其原因呢 我们可以呢 来看一下 可能是我们之前在这里设置的这个宽度 哈 稍微有点宽 而文字呢 又没有那么多的文字 所以说你可以呢 把这个改一下 把这个呢 稍微改长一点 好 这个稍微改长一点 387个像素 然后你可以呢 在它的后边呢 去加上一个 啊 这个 加一个span标签 比如说写上这个 呃 日期啊 之类的啊 这个日期 我们可以 比如说2015 我反应杠 啊 07 杠 27 随便写一个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基本效果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然后这个文字这里的样式 呃 因为它受了A标签的一个 效果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可以呢 在这里呢 再给它设一个这个 A标签的一个基本样式 A标签我们可以呢 去掉它的下滑线 啊 通过设置这个 text direction 好 还有呢 就是你可以设置它的颜色 啊 Color 这个是颜色呢 我们这里一边呢 是黑色 啊 黑色 刷新 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基本颜色 那么接下来就是下边的一个滚动的文字 那么这个滚动的文字 大家可以 在这里 我可以呢 在这里再放一个DAV 好 再放一个DAV 然后呢 这个DAV里面呢 你可以呢 嵌它一个MACU标签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滚动的特效 好 文字滚动的特效 然后呢 这里呢 你可以给它设置direction 啊 direction 比如说 up 就是向上 比如说 最新公告 啊 比如说明天 有秒杀 啊 活动 这随便写个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儿加个链接 啊 有活动的详细介绍 好 比如说这里呢 有个链接 HREF 然后链接到 比如活动.htm 好 那么这里呢 可以 链接过来 我们这里呢 看一下它的基本的效果是怎样的 好 它跑到这里来了 对吧 跑到这里了 这个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下 啊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那这里我们把这个 给它设置一个高度 啊 设置一个高度 就可以了 好 设置一个高度 就是height 比如25或者20 然后这里面呢 我设置一个文本的一个缩镜 缩镜 缩镜 这里比如说80个像素 向左 缩镜80个像素 这里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刷新以后的效果 就这样的 然后你这里呢 还可以呢 修改一下 比如我只需要向左缩镜 50个像素的宽度 那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哦 它就可以到这里 这里还可以往这边缩镜 大概20个像素 啊 20个像素 比如说一个文字 那这里呢 把它改成 40嘛 比如改成40 那这样看着就比较整洁 有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个速度哈 这个速度呢 可以调整 哦 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然后其他的啊 大家下来呢 可以自己呢 去实现一下 那么说到这里呢 有个阴影字 比如说这个阴影字的效果 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这里呢 呃 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思路 大家呢 可以先设计两个div 然后这两个div里面呢 设计啊 比如说麦子商城 这两个字啊 这四个字 然后呢 呃 大小样式 都使用统一的样式 然后 我们给其中一个div呢 设置一下它的位置 比如说它的present 啊 我们相对于 比如说body也好 相对于它的复容器也好 我们可以呢 设置比如说100 啊 这个present top 100 然后第二个给它设置的话 就设置 它的present top 你可以呢 给它设置为105 或102 这样呢 它就会有一个 这个重叠的效果 啊 再加上给它设计不同的颜色 啊 这就不同颜色 这个下来大家呢 可以自己呢 去尝试一下 哦 还有呢 就是这个 我们用了一个简单的 macq标签 macq标签呢 对于这种非常短的这种啊 是非常 还是非常不错的 哦 只说它的速度呢 其实可以通过属性 来进行控制 这个下来大家呢 也可以自己去实现一下 那今天这一讲 我们就主要给大家讲解了以下的一些内容 下来大家自己呢 再消化一下 好 我们下一节呢 再把这个影子特效 以及呢 就是通过GS 来实现获取日期啊 的特效呢 给大家啊 简单实现一下 好 我们下一节再见 再见